今天我们来测试小米15 Pro 这款机型在历代小米机型中 电池容量最高 通过新一代小米金沙浆电池 把电池容量做到了6100毫安时 充电方面搭配的是90瓦小米澎湃有限秒充 50瓦小米澎湃无限秒充 相比以往机型 这次并没有延续以往的120瓦快充 功率有所缩减 下面我们来看充电实测表现 配件方面 标配的是90瓦快充套装 这一点与上一代14欧尺机型相同 型号是MDY14EC 依然是USB-A输出接口 内置私有协议触点 搭配的充电线为此前一直延续的路安规格 线缆长度为1米 采用A转C规格 A口内部同样有私有协议触点 实测协议方面 这款90瓦快充支持QC3.0 PB3.0 DCP 以及小米90瓦协议 PDO支持5伏9伏15伏3安和20伏3.25安四组固定电压 以及3.6伏到11伏6.1安 3.6到20伏4安 3.6到20伏4.5安三组小米 四有协议档位 下面来看手机 机身内置的是最新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 6100毫安时金沙江电池 采用单电芯设计 硅碳附级材料 能量密度达到850瓦时每升 1600次循环后电池容量依然大于80% 与此前不同的是 这次小米15 Pro机身底部的USB-C接口采用的是USB 3.2GN2规格 最高速率为10GBPS 与iPhone 15 16的Pro系列规格相同 不过小米15基础款这里的速率则是5G BPS 与Pro是不同的 这一点也需要注意 其他方面 正面采用的是小米第二代龙金玻璃 屏幕分辨率3200x1440120H刷新 最高亮度3200尼特 搭载3D超声波指纹识别 后置来卡5000万像素三摄 充电设置方面 在电池信息里有电池健康百分比显示 还支持当前温度 充电次数显示 充电保护相关选项中 支持充电80%后暂停 也支持根据充电习惯在80%电量后暂停充电 实际充电方面 搭配原装90瓦套装 功率可以到70瓦以上 电压是19V 电流接近4A 在自家充电器方面 最大只能兼容到70瓦 属于90瓦快充的正常功率 第三方兼容性方面 实测最高可以兼容27瓦功率 大部分第三方快充 实际给到的是9V3A左右的表现 小部分维持9V13瓦充电 电流只有一点几 兼容性方面还是老样子 属于正常表现 充电全程方面 在25摄氏度恒温箱中 用原装90瓦套装机型 0到100的充电数据记录 全程电压维持在19V左右的高压 峰值出现在前两分钟 最高功率74瓦 随后进入56瓦阶段 第四分钟开始继续下降 后面稳定在35瓦左右 第33分钟开始缓慢下降 呈现收尾趋势 最终53分钟充电结束 速度方面 18分钟充电50% 32分钟充电80% 0到100完整充电时间是53分钟 对比同为90瓦快充的小米14欧车 17分钟充电50% 30分钟充电80% 0到100完整充电时间为49分钟 不过相比之下 14欧车电池容量只有5300mAh 而15Pro则是6100mAh 电量差距还是很大的 充电发热方面 这里截取充电10分钟 20分钟 30分钟的数据 充电10分钟 手机正面最高40.1摄氏度 背面最高40.6摄氏度 这段时间功率在35瓦左右 虽然时间不长 但已经度过了一波高功率阶段 10分钟前后都来到40摄氏度 看来机身内部的热传导效率比较高 充电20分钟 正面最高42.3摄氏度 背面最高41.8摄氏度 温度继续上升 这个时候功率变化不大 依然是35瓦左右 充电30分钟 正面最高38.7摄氏度 背面最高40.3摄氏度 温度已经有所下降 功率还是在30瓦以上 变化不大 但是电量已经接近80% 正面温度已经回到正常 在这10到30分钟的时间段内 检测到的最高温度是42.3摄氏度 发热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 而且这段时间也都维持在40摄氏度以上 热量全部倒出来是好事 不过考虑到功率只有90瓦 这个发热相对还是略高一些 整体来看 这一代小米15 Pro在有线充电方面 90瓦的标称功率相比上一代120瓦 其实是有所降低 不过相应的电池容量大幅提升来到6100mAh 大大提升了续航体面 兼容性方面除自家鞋意外 第三方目前最高是27瓦 表现与以往一样变化不大 以上是小米15 Pro在有线充电方面的测试 下期再见